过去买东西 买东西 买卖之间 它肯定是一种心理的博弈 买家都希望花最少的钱 买最好的东西 卖家都希望利益最大化 同样的东西我要卖出高价来 所以买卖之间一听话 就知道你买不买 过去说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你这人一张嘴 老板就知道你买还是不买 比如我们这行业里有一句话 非常有意思 叫褒贬是买主 对应的另外一句话 叫喝彩是闲人 什么叫褒贬是买主呢 就是看见你的东西了 挑毛病 这叫褒贬 因为它真的是有包有贬 比如说这东西还不错 可惜个小点 这人就是想买 比如说这件瓷器 我还是觉得真喜欢 就是可惜颜色不够鲜 这都是挑毛病 比如说这件东西 什么毛病都没有 可惜上面有一个所有点 这些都是在挑毛病 他挑毛病 就表明他想买 这就是一句老话说 褒贬是买主 人家要来买了 比如跟褒贬是买主 对账的这句话 叫喝彩是闲人 什么叫喝彩是闲人呢 比如有人进来说 哎呦说老板 你这东西真好一等一的 千万别少卖了 这人肯定不买你东西 人家说哎呦 这东西啊 举世罕见啊 这东西真好啊 这人都不是买主 所以一件东西 有点小瑕疵 甚至有些不算瑕疵的瑕疵 比如人家说这色彩不够鲜亮 这根本就不是瑕疵 那你要听出声来 这人就是你的买主 那么寻价得有规矩吧 这个过去不能说 哎呦你这卖多少钱啊 一听外行了 是吧 比较委婉的说法 叫老板这东西啊 这件我喜欢啊 多少钱能让啊 这是一种很委婉的说法 呃更委婉的说法啊 就是说过去身份大的人 最爱说这句话 说这件东西您能允我吗 允是什么意思 是平均的意思 就说您玩了一阵子了 再给我玩一阵子 说这东西能不能允我啊 这是最委婉的说法 在大主顾啊 和这个大商家之间啊 一般都没有这种还价之说 你比如身份高啊 卖家和买家的身份高中间呢 一般不乱开价 他可以开高价啊 大卖家一定是开高价的东西 物有所值嘛 一口价 那么大主顾大买家呢 他就会 就是只要这个价钱 在他的心里能承受啊 他就会不给你还价啊 尤其第一次不该还价 我都是早年老师傅跟我说的啊 说第一次啊 不还价给人家留下一极好的印象 以后怎么还价 人都不觉得你不好 不要第一回把人弄一半死 人家有 有东西也想不着你 你比如说 这店家来了好东西啊 他第一反应就是 谁能出大价钱 谁干脆利索 付钱不拖了 他一定想到是这人 他一定不想 那个就是当年买我那东西 差点把我逼死那人 他肯定想不起他了 所以呢 第一次你进入一个店 如果买一个像样的东西 没有还价 你下面再买东西 都变得比较好买 卖家呢 也愿意把东西卖给你 他心里舒服 那么如果身份不明 我们不知道对方身份 这个卖家也不知道对方身份 买家也不知道 卖家到底是夺到一个老板 那就是互相试探 比如说这个您这这个多少钱能允呢 是吧 那个老板就会说了啊 我想卖 比如就中国啊 比如说我这件东西不容易啊 我想卖二百大洋 我想卖二百大洋是个非常委婉的表示 这个表示表明了还价幅度可以大 人家过去说哈 卖家说的钱不是钱 买家说的钱是钱 比如我想卖二百大洋 你说我能出一百 你这一百是钱 我这二百是数 是我说的 我说三百也可以 所以人家说这个卖家开的价不是钱 买家还的价是钱 如果这个卖家确实喜欢这个东西 或者这个对对方摸不准身份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换一种方式表达 他不是说我想卖二百大洋 他说我这东西啊 我少一百五十大洋 我不卖 这就把底料给你了 对吧 就是如果你跟我讨价还价啊 一百五是个界限 也许你说我想一百四买 那可能啊 你比如说咱投一回 你能不能让我十块钱 这是有可能有人给面子 所以过去的这种 在股玩行业的这种买卖 都是身份的一种体现 这种身份的体现 就不允许你在那摸来摸去 摸手指头甩着袖子摸 那都是过去在农贸市场啊 都是在农村集市场买卖 身口才怎么摸呢 古董行没有人摸手指头 因为你在屋里谈价钱 就你们两个人 不需回避 摸手指头是回避在场的所有的人 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以什么样价格成交 所以在公开的场合下甩下袖子 两个人一摸手指头 这事就成了 是吧 还价呢 也是 第一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好的印象 你就不还价 如果你觉得 哎呦 这还是有点肉疼 我想还价 没关系 你还价的时候 如果还的幅度合适 比如你明白 卖家说 我这东西想要一百二十大洋 那你心里一下就明白了 一百大洋就能买这东西 那二十是留给你还价的 你说哎呦 我这个今儿想凑个整 一百 人家握手 俩人生意就成了 如果你摸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想出个 比如你想出个一半钱 人家要一百二 你想出六十 这怎么办呢 这要不要轻易还价 一定要有铺垫 怎么铺垫呢 说这东西我是真喜欢 但这钱我是真出不了 我想要 但我出钱怕得罪你 这意思就是 我不会出大价钱 如果老板说 那您呢 就再想想 这话你就别还价 如果老板说 哎 您啊 还价就是买卖嘛 你还多少钱 我都不嫌少 还一块钱 我都不嫌少 这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你就可以说 哎呀 这东西呢 我顶多出了一半 我出六十大洋 这你们俩之间 还有可能商量 但有一个事 如果老板说 您还钱 您出一块钱 我都不嫌少 您上来说 我就出一块 您这基本上 准备打架了 古玩行在过去 有很好的行规 讲究信誉 重信誉 所以过去买东西 都不是打条 东西拿走了 也不交定金 到时候就拿回来 有的说 哎 这我先玩两天 这玩两天呢 不一定回来给钱 过两天说 哎呀 我想想这东西 还是给您吧 有时候呢 就说 隔两天 就把钱拿来了 所以呢 过去这个古董行 民国时期 古董行的这种信誉 一直沿用到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信誉非常好 今天也是 老主顾之间 在这个行业之间 很多人 从来不打条 东西可以拿走 都是凭嘴说了 付钱什么都很简单 也很难引发矛盾 大家都很认账 即便你忘了 你比如说我就忘过 有一年我买了东西 后来就产了 就忘了 忘了隔了一两年吧 那朋友上来就跟我说 说马先生 不好意思跟您说 还有个事 好有一年多了两年了 说那您那钱也没付呢 哎呦 我当时这不好意思 我赶紧给人道歉 我说这事全赖我 我这回去 马上就给您付 当时一下给查开了 我回去仔细想 确实有这事 赶紧就把钱付给人家 在古董行这里啊 互相之间都是凭信誉 来进行这种交易的 那么最后呢 交易完毕啊 东西拿走 你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是交给人家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让人家看清一眼 比如你在锦盒里 就是过去的囊里装着 一定要打开 说东西放好了 你看一眼啊 然后干上 让人拿走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客人拿回去 比如这东西在旁边 在别的地方割了一阵子 又拿回家一割半年 半年以后一打开 东西没了 那哪没的呢 不知道 他一定说当时店里 给我说就没有 民国时期的流利厂啊 去的都是牛人 商人都不牛 牛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有家庭背景 有学问的人 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 民国四公子 首推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的收藏 今天啊 都是能顶收藏界的半壁江山 一个人就可以扛起半壁江山 他所有的收藏 随便拿出一个东西 今天如果去拍卖 立刻就呈现世界记录 这是张伯鞠先生 再有张学良 我们不要以为张学良 只会跟赵四小姐 张学良只会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早年就是一收藏家 他爹是东北王 家里有钱 收藏的前提就是你得有钱 再有呢 就是袁克文 袁世凯的二公子 也列入民国四大公子之列 再有就是普通 那么这四个人构成了民国最喜欢收藏的四大公子 我们今天好像也有什么四大公子之类的 但远不能跟民国时期的人的身份相比 他们都喜欢收藏 都有极好的家庭背景 都有极好的资金的支撑 还得有眼光 你比如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呢 保护的我们这个传世文物 今天看全是国宝级的 当年他购得我们今天啊 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 也是最早的绘画 转子前的游春图 当年花了多大的费用呢 都不是拿钱记的 是拿地记的 拿房子记的 十五亩地的豪宅 今天在北京市市内 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十五亩地的豪宅 人家张伯鞠先生就拥有 用了这十五亩地的豪宅 换得这一张画 那建国以后呢 把这张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鞠先生就说 这画就应该故宫博物院有 那么他捐的除了这张画 还有谁的呢 陆基的平复帖 这个著名的发帖 杜牧的张好好诗 范仲淹的道福赞等等 都是无偿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显示出一个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喜欢收藏古旧书籍 背贴啊 塔片啊 藏书票啊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讲藏书票 是吧 他在日记里写过 今日啊 逛琉璃厂买大钱几枚 都写过这个 很具体 所以当时逛古董店 逛旧书店 他收藏是这些文人默客的一个生活乐趣 也是一种知识的补充 所以民国时期的琉璃厂 就显得文化范围非常的浓厚 以至这种浓厚的文化范围 一直延续到198几年 那么琉璃厂在民国时期的文物呢 当时的文物啊 这个流动非常大 它的走向大致就两个 第一个走向啊 主要是流向国外 我们都知道 这个1860年 英法联军敲开了中国的这个大门 1900年 八国联军又侵入到北京 那么这两次 使我们相当多的文物都流到了国外 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 尤其对中国的所有的艺术的 历史上的所有的想象 到这一刻都变成了现实 所以他看到了很多精美的中国艺术品 但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抢去的文物虽然数量很大 但它并没构成海外的主流 海外中国文物的主流大致都是通过买卖这种方式走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它时间非常的长 买卖这个时间很长啊 对不对 从1860年以后啊 除了短暂的战争期间被掠夺 剩下的时间都是购买 那么一百多年以来 中国的文物以奔涌知识向国外流去 一直止步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有回流 大概流了150年 150年啊 就算这水缸里的水多 就算它裂了一个极细的缝子架不住时间长 所以大部分中国文物都流向了海外 那么当时呢 文物的走向除了流向海外 还有一个走向呢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部分达官贵人的购买 这些达官贵人跟今天的达官贵人有些不同 最不同的就是这些有钱人全都有文化 这是我们过去社会结构决定的 比如中国的地质的社会都是学而优则事 你只有学的好 你才可能做官 才可能有钱 有社会地位 所以在民国时期有钱的人一定是有文化的 没文化很难发财 所以大家都知道有钱并不牛 有文化才牛 古人对文化的敬意在流利场这条件表现的淋漓尽致 像这种传统我们逐渐逐渐丢了 你比如俄国还保留了这种传统 就是今天依然是文化人的地位高于有钱人 那过去那个旧古董行 旧古董店里 它是有规矩的 因为人家又有钱又有身份又有文化 你进门就一定要懂礼貌 所以过去不能推门盯了光 就进去不行 一定要进门要打个招呼 表示我要进屋了 进屋一定要先动口再动手 跟人家打招呼 整柜的好啊 这个我这个头一回来啊 上您这看看 喜欢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先动口后动手 就说这东西我想看看成吗 那么老板如果对你没有判断 他一定事先动手给你示范 把这东西摆在你跟前啊 都搁好了您来看啊 一定不要手低手 如果对你有判断 比如你是老客人 比如他看你的举手投足 知道你是一个行家 那么他就会让你自己动手 他说您自己看吧 坐这儿给你一个地方 我给您倒茶去啊 表示很大的礼貌 那么看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啊 能够分拆的 一定要分拆 什么叫分拆呢 比如这有一壶 有盖 那就盖一定要搁在一边 看这壶再看盖 对吧 比如有这个结合 什么叫结合呢 四结合 五结合 瓷器的 我要打开一个一个一个 都给你打开 防止你拿的时候脱散 比如还有一些大的瓷器 是两阶的 比如我见过大花孤 中间是旋转阶上的 如果你不懂 你光拿身 它可能夸大就拧开了 拧开下面就摔碎了 所以很危险 所有的东西要翻身 一定要 要明白这个东西是否危险 比如我亲眼看到啊 好多好多年前 人家有一个瓢器 上面是象牙雕的五子登科 雕的是象牙的鸡笼 鸡笼里头有一只大鸡 四只小鸡 然后呢 这个鸡的脑袋呢 还是活动的 拿牙签通过鸡笼 戳进去的时候 碰那个鸡头 还是能够旋转 非常的精美 那雕工都是绝技 这人不懂 拿着这个东西啊 一翻身 这盖子摔出去 摔得吸一嘴 这种东西一旦摔碎 就没有机会再衔接了 我们这儿必须加一句啊 过去象牙是基于过去人 对野生动物的认知低下 用它来做艺术品 今天我们不仅不提倡 而且是坚决的反对 那么你要对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最基本的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着 这个东西的状况的时候 你应该试图的小心的去摸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能拆解 所以拿可以拆解的文物 你一定要小心 看东西啊 尤其在人店里看东西 你不管喜欢多少 都要一个一个的拿 切记把东西都堆在这儿 比如说这个我喜欢 你别拿着我先搁这儿 一会儿这个我也搁这儿 这样肯定不行 看好一个就收一个 按照过去的话说啊 这东西就一行话 叫出囊 什么叫囊呢 过去的井河 我们今天老叫井河井河 过去的井囊中啊 是软的 所以它叫囊 出这软囊以后呢 放在桌子上看 看完了 一定要收进去 再看下一个 一定要禁止所有的东西都摆在桌上 摆在桌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看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有的卖家啊 会把两件东西搁置两个托盘之内 为什么 因为你搁在一个托盘之内 很容易发生碰撞 比如 壶搁在 这个 这个托盘上 壶盖就搁在另一个托盘上 这样保证东西的安全 你知道 瓷器啊 一旦发生碰撞 后果不堪设想 比如有一种规矩 我们讲过多次 看瓷器 看文物 绝对禁止 手递手 我这个东西拿起来了 我放下 你来看 我绝对不可能递到你手里 这样呢 是撇清自己的责任 第一是忌讳手递手 第二忌讳同时看一样东西 什么叫同时看呢 我们过去有很多东西啊 是成对的 比如一对碗 一对盘子 我就碰见过 两个人 看一对盘子 我坐在这 那两个人站着 一人拿一个盘子看 我再看另外一个 那么他们看完以后 手递手的交换 你知道手递手交换的时候 有一个危险 如果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左撇子 他就会一顺边 所以呢 两个人手递手这么一地 俩盘子撞在一起 啪哒一声 满屋都知道 此事全完 瓷器撞在一起 不要很大的力气 尤其过去精美的一些官邀 很薄 立刻就 不一定能撞得稀碎 但是他撞裂了 撞裂了价值 按照过去的话说 瓷器毛了边 不值半分钱 今天啊 由于文物极缺 所以有些残气也卖得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惨痛的教训 对吧 你比如说 过去的规矩 你文物之间 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 你如果挨得很近 就容易发生问题 我就发生过 对不对 这事说起来都 都有个小三十年了 当时的难受 这会儿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想起来 依然是难受 当年啊 我喜欢收藏 我有一个朋友 航武 武的三粗 做事呢 就比较愣 有一天突然跑我们家 跟我说 说哎 你准备两件好看的东西 我得跟人家显培显培 牛一下 我说你牛 牛什么呀 他说我碰见一哥们 他老说他东西好 说我老说 我哥们东西比你好 我让你看看 就上我们家来了 说你给我准备来好的 我一会儿就过去 果不其然 隔了一会儿 他就来了 来了呢 我事先呢 那这事不赖他赖我 因为我是行家 他不是行家 我想来想去 我准备了两件东西 一件 是青花乾隆款的 玉湖春瓶观摇 一件是这个青花 蝉织莲 蒜头瓶 也是乾隆观摇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 你知道 瓷器是有造型的 玉湖春瓶和蒜头瓶 都是属于细径 就是脖子是细的 大肚子 圆腹 大肚子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搁的时候 两件东西过于近 两件东西之间 有一指的距离 两个挨在一起 但你知道 两个肚子碰在一起的时候 脖子还离着远着呢 你看两个很胖的人 如果接吻 肚子都挨上了 嘴还没挨上呢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呢 把这东西搁在 那个矮柜之上 我那朋友又进屋了 一进屋呢 那时候客厅小啊 我就到厨房给他 七茶 七茶的功夫 就听见那屋里 啪啦一声 我一想得 俩东西全玩完 怎么回事呢 他一进屋一看 这俩东西挺漂亮的 他又不懂 他上去就抓住其中一个 拿起来一看 也看不懂 往回一放 俩东西啪就撞在一起了 为什么 两个东西太近 这两个东西脖子离着很远 肚子离着很近 他回去的时候 归位的时候 就没有距离感了 所以两个东西就撞碎了 我当时就想 他这是拿啤酒瓶拿罐了 我们这啤酒瓶 你不管怎么放 你也很难让 跟旁边的啤酒瓶相撞 是因为啤酒瓶是垂直的 你平常拿多少次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拿这种瓷器 尤其这种大肚子的瓷器 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我那天就后悔不迭 这两件东西 要说起来 当时都跨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今天都200多年的历程 可惜 没扛到今天 今天想起来 内心还不是很舒服 还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就去逛店 逛古玩店 一定要懂一个规矩 一定事先对这个东西 做出一个基本判断 如果你不能判断 你就要多问 这不丢人 对吧 主人还会认为你很规矩 你比如早期 我也是 看见东西急 很容易上手 你比如我自认为 我这个看东西多了 上手东西多了 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有一回 我上人家那儿看东西 上人家的店 一进去 看见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呢 这个很漂亮 当时心里就喜欢上去就摸 摸完了 就赶紧翻笔 看笔足 但是拿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东西有点重 但是没有反应 自己并没有反应过来 它为什么重 所以就翻身了 这一翻身 这里头有小半瓶水 全喷出去了 那喷出去就非常危险 比如前面如果挂一张名画呢 你把人喷湿了 如果你一惊慌失措 你可能东西就脆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那这东西为什么有水呢 那主人说 真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头一天插花来着 往里倒了点水 按理说 在买卖的范围之内 在做生意的范围之内 里头都不能装杂物 尤其里头装 有人往里随便搁东西 我见过最恶心的 就往里老担烟灰扔烟头 有时候那东西多少年没卖出 你一翻身到处来 全然烂烟头 也很不雅 再有呢 就是我们过去 尤其我过去 有的东西 它不是店里买的 是在地盘买的 或者是人小商小贩送来的 所以东西有时候过于脏 过于脏呢 我们可能从小老 接受卫生的教育 所以觉得这东西脏的 第一件事就是洗 怎么洗啊 这文物没那么好洗 比如我们过去看那大盘子 那盘子也不是多少年都不用 底下那种垢啊 洗不掉 没那么容易 所以就赶紧找一大盆 一塑料盆 倒上半袋 这个洗衣粉 那时候就洗衣粉便宜嘛 一豁开 倒多少都不嫌多 泡着 泡到一定程度呢 等去拿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盘子就 就溜滑 洗的时候如果着急 就很容易发生碰撞 你比如 我有一年 有一年洗块盘子 喜欢的不行 洗干净以后 那都是在厕所里洗 过去的卫生间也小 撅着屁股在那洗半天 但是卫生间的那个水龙头小啊 它不容你在那里的最后清洗 那怎么办呢 就拿着这个泡到厨房的大池子里去洗 洗完了 一高兴啊 这么一番身 看后面吗 这么一番身 你知道 眼睛是有误差的 这一番身 这盘子边缘就磕到了水龙头上 啪啪 声音不大 下来这么大一块 就下来这么大一块 你知道你还不如手上下来这么一块呢 你还能涨上 这瓷器下来这一块啊 你心里就要多沮丧 有多沮丧 这些都是经验 按照专业的清洗啊 都不应该有水龙头 你比如我过去在厕所里清洗到简单 弄软管 接软管啊 专业的清洗都是大槽子 接软管 软管它不会对瓷器有碰伤 所以这个 一般人没这个条件的时候 如果去池子里去洗 一定要小心这些水龙头 那么看东西的时候呢 你到店里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看东西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是人多 三五成群 非常危险 主顾之间的关系 最好就是一带一 最多一带二 主人有时候一看啊 这人一进来就俩人呢 肯定是一带一 一个是掏钱的 一个是眼 人就说 说那主顾又来了 带一眼 带一眼什么意思呢 就带一有眼力的人 掏钱的人没有眼力 有眼力的人呢 不能掏钱 就是俩一搭的 那么一对二这种买卖 还可以 多了就不行 人多会出事 第一呢 不懂装懂的 鸡一嘴压一嘴的 还有动手的 你比如有一年 我想起一事 有一年呢 我去上海 去上海 去看一个拍卖行的预展 那年一月啊 拍卖行最贵的东西 是几千万 那就已经非常非常贵了 大约二十年前 这么大一盘子 乾隆 观摇 法郎彩 搁在我这儿 我坐在这张桌子上 我是规规矩矩 因为拿这种东西啊 一定不能出桌啊 不能举起来 这都是忌讳 你一举起来 你就知道你是一外行 那搁在这个桌子上呢 我看的时候呢 我看这个东西 看完了 我要放着啊 如果我要翻身 底下一定要垫上软链子 把它翻过来 是吧 我搁在这儿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脑后一阵生风 有一个人从隔着我啊 从我脑袋顶上 把这盘子撕就拿走了 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人 我当时就一动不动 如果我动 我猛一抬头 可能会撞击他的胳膊